BOSS杂谈 经济有料 老家长 最近国家统计局又出来报喜了 他们发布了2024年7月份 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官方口径说部分指标降幅收窄 市场在回暖 听起来是不是很振奋人心 是不是觉得抄底的机会终于来了 别急 听BOSS我慢慢道来 先来看看官方数据 2024年前7个月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8.6% 比前6个月收窄了0.4个百分点 销售额同比下降24.3% 收窄了0.7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还特意强调 在一系列政策作用下 部分房地产相关指标降幅继续收窄 注意了 关键词是降幅收窄 也就是说还在跌 只是跌得慢一点了 这就像你从10楼跳下来 8楼的时候速度慢了一点 就能说你在往上飞了吗 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种统计口径 不过是官方玩的一种花招 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提振市场信心 让韭菜们以为房地产市场已经触底反弹了 但是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看出来 这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 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去年7月房地产销售额是100亿 今年1至6月平均每个月只有70亿 跌幅达到30% 到了7月 销售额勉强达到75亿 跌幅缩小到了25% 按照官方的逻辑 这就叫降幅收窄 是市场回暖的信号 但是清醒点想想 从100亿跌到75亿 这哪里是什么回暖啊 分明就是继续下跌 更可笑的是 官方还拿出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 同比降幅收窄作为证据 拜托 一线城市本来房价就高得离谱 套墨巨大 现在降幅收窄 只能说明 套墨破裂的速度慢了一点 离真正的回暖 还差10万8千里 就像一个病人 原本高烧40度 现在降到39.5度 你就说他痊愈了 这种逻辑 简直荒谬至极 房地产市场的问题 可不是靠玩弄数据就能解决的 别被官方的数据忽悠了 房地产市场的真相 远比数据更残酷 BOSS认为 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 只是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的 一个缩影 让我们来深入剖析一下背后的原因 一 消费疲软 韭菜们口袋空空 哪还有钱买房 看看身边的人 有多少还在疯狂消费 有多少人敢大手大脚的花钱 大部分人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消费信心低迷 哪还有钱买房 最新的数据显示 2024年7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 仅2.5% 远低于预期 这说明什么 说明老百姓的消费意愿正在下降 经济缺乏活力 目前消费 哪来的钱买房 更不用说 年轻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 很多人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 更别提买房了 据统计 2024年7月份 16-24岁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 高达21.3% 这意味着每五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个找不到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 买房 别开玩笑了 不仅如此 即使是有工作的人 收入增长也远远跟不上通胀速度 2024年前7个月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5.8% 但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仅2.5% 这点增长 连房价的零头都买不起 二债务危机 地方政府房企债台高筑 随时可能登弹 地方政府靠卖地过日子 房地产市场低迷 土地财政收入锐减 债务压力山大 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出现债务违约的风险 这可不是小事 据财政部的数据 截至2023年底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高达35.1万亿元 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因为大量隐性债务并未记录其中 一些专家估计 实际的地方政府债务 可能高达100万亿元左右 这么庞大的债务 地方政府怎么悬 更可怕的是 很多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 高度依赖土地出浪收入 但是 随着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土地出浪收入大幅下滑 2024年前7个月 全国土地出浪收入同比下降 超过30%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地方政府的钱袋子 快要见底了 房企呢 更是负债累累 恒大 碧桂园等巨头的债务危机 就是最好的例子 恒大集团负债超过2万亿元 碧桂园也面临着巨额债务压力 这些房企一旦倒下 将会引发巨大的金融风险 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就在最近 碧桂园无法按期支付13亿美元的 境外债券利息 引发了市场恐慌 而这可能只是开始 还有更多的房企 正面临着债务违约的风险 一旦这些房企倒下 不仅会影响到银行 投资者 还会对整个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数百万购房者的权益可能受损 数以万计的上下游企业 可能面临破产 这将是一场真正的经济喊笑 三投资乏力信心不足 企业不敢投资 经济增长乏力 房地产市场低迷 导致投资信心不足 企业不敢投资 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看看最新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 2024年1至7月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只有3.4% 比上半年回落0.4个百分点 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企业对未来的经济前景 并不乐观 不敢大规模投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下降8.5% 房地产投资 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现在这个引擎熄火了 整个经济自然就失去了动力 没有投资 就没有新的就业机会 就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 恶性循环 经济怎么可能好转 更糟糕的是 这种投资乏力的状况 可能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因为企业家们都不傻 他们看得很清楚 现在的经济形势有多么严峻 四人口老龄化 韭菜不够用了 房子卖给谁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年轻人口越来越少 房子卖给谁 老人家有几套房的都不少 他们还会买房吗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3年 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重 达到20.4%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4.9% 与此同时 出生率持续下降 2023年 全国出生人口只有901万人 创下了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未来买房的主力均越来越少了 年轻人口减少 谁来买房 谁来还贷款 现在的年轻人 能够负担得起高昂的房价的 已经越来越少了 人口红利的消失 是房地产市场 长期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没有足够的韭菜 房价怎么可能涨上去 更可怕的是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 未来可能会出现大量空置房屋 房价可能会进一步下跌 五政策失灵 就是政策治标不治本 只是延缓泡沫破裂 面对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就是政策 但都是治标不治本 只是延缓泡沫破裂的时间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比如降低首付比例 降低贷款利率 放宽限购政策等等 这些政策看似能够刺激购房需求 但实际上只能起到短期效果 因为真正制约房地产市场的 是深层次的经济问题 和人口结构问题 这些靠简单的刺激政策 是解决不了的 降首付 降利率 这些政策只能让一部分人 提前上车 但并不能改变市场的供求关系 更何况 现在的年轻人 就算降到零首付 也未必有能力还贷款 高房价对年轻人来说 依然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 更重要的是 这些就是政策 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降低门槛刺激购房 可能会导致更多人 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一旦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这些勉强买房的人 很可能会陷入债务危机 引发悉一轮的金融风险 六经济结构失衡 过度依赖房地产难以转型 长期以来 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 这种结构性问题 已经击中难返 据统计 房地产相关产业 占GDP的比重 高达25%至30% 远远超过了正常水平 这种过度依赖 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 大量资金和资源 被房地产吸收 挤压了其他产业的发展空间 其次房价过高 推高了整体生产成本 削弱了经济的竞争力 最后 房地产泡沫的形成 增加了整个经济的脆弱性 现在 房地产市场降温 暴露出了中国经济结构 失衡的问题 但是 要实现经济转型 谈何容易 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 高科技产业 服务业 这些产业的发展 都需要时间 短期内根本无法填补 房地产留下的巨大空缺 其国际环境恶化 外部不确定性增加 经济前景更加暗淡 除了国内问题 国际环境的恶化 也给中国经济 带来了巨大压力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 科技封锁加剧 全球产业链重构 这些都对中国的出口 和高科技产业发展 造成了严重影响 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 2024年前7个月 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同比下降2.3% 其中出口下降3.4% 进口下降0.8%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外需疲软 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正在动摇 在这种情况下 想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 就更加困难了 因为外部环境的恶化 必然会影响到就业和收入 进而影响到消费和投资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房地产市场自然也难以独善其身 8.金融风险加剧 房地产问题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房地产与金融体系密切相关 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 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金融风险 首先 房地产贷款 占银行贷款总额的比重很高 一旦房价大幅下跌 将直接影响银行的资产质量 其次 很多金融产品都与房地产相关 房地产市场的问题 可能会传导到整个金融体系 最后 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问题 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造成更大范围的债务危机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 截至2024年6月底 房地产贷款余额达到53.2万亿元 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5.7%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如果房地产市场出现大问题 整个银行体系都将面临巨大风险 更值得警惕的是 很多影子银行和地方融资平台 都深度参与了房地产融资 这些机构的风险暴露程度 可能远超官方统计 一旦出现问题 后果将不堪设想 九社会矛盾加剧 高房价加剧贫富差距 引发社会不满 高房价不仅是经济问题 更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它加剧了贫富差距 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严重不公平分配 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不满 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 买房已经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即使是中产阶级 也要付出几十年的血汗 才能勉强拥有一套像样的住房 与此同时 少数人却通过炒房 积累了巨额财富 这种贫富悬殊 必然会引发社会矛盾 更糟糕的是 高房价还直接影响到了 年轻人的婚育决定 很多年轻人因为买不起房 而推迟结婚生子 这进一步加剧了人口问题 长此以往 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将受到影响 时政府际遇危机 数据造假 政策摇摆 民众信心流失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一些地方政府 选择了数据造假来粉饰太平 这种做法不仅无法解决问题 反而会进一步损害政府公信力 导致民众信心流失 比如一些城市通过各种手段需增GDP 需保财政收入 隐瞒债务规模 还有一些地方 为了完成房地产销售任务 甚至出现了政府机关和国企强制购房的荒唐行为 这些做法无疑是饮阵止渴 只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 同时中央和地方在房地产政策上的摇摆不定 也让市场参与者感到困惑 一会儿收紧调控 一会儿又放松限制 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 只会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 进一步打击投资者信心 综上所述 房地产市场的降幅收窄 只是表面现象 背后是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 这些问题错综复杂 相互影响 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 在这种情况下 指望房地产市场能够迅速回暖 无异于吃人说梦 在这个经济寒冬里 保住你的钱袋子 提高自己的能力 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被短期的数据波动所迷惑 也不要对政府的 就是政策抱有过高期望 经济的根本好转 需要深层次的改革和结构调整 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不要盲目抄底 现在的房地产市场 风险远大于机遇 与其冒险买房 不如把钱用在刀刃上 投资自己 提高自身竞争力 因为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你的能力和适应力 才是最值钱的资产 大家是怎么看待 2024年7月份 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的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